大家好,我是Paul,我們來上免費的英文課吧 今天講的是這幾天的新聞 已經不是今天發生的事,也不是昨天發生的事了 總之小鬼,一個台灣的明星過世了 應該是意外死亡 講人家死的新聞有什麼好講的,你可能會想 我讀了一下,我發現這寫的其實還不差 他中規中矩的,然後蠻有一些值得學的字詞 可以讓我們看一看 所以我們就來看吧,台灣的Celebrity Celebrity就是明星的意思 我想起來一個雞巴毛孩子 有這麼一個,我的朋友 他有一次 不是有一次,他在學冊裡面 所以他是一個,我跟你講朋友嘛 他不是我學生,朋友啦 反正他考學測的時候,也就是幾年前的事情喔 他遇上了一個翻譯題叫做網紅 網路紅人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般叫網紅叫InternetCelebrity OK InternetCelebrity 結果這個妹子 他竟然把網紅翻成Internet 網紅網紅網路紅人,紅叫紅色 那他想說,Play變成Player 所以他就把它繼承了InternetRatter 然後他還覺得,幹 他知道字尾 有時候有一種D或T之類的會重複字尾 所以他就寫出InternetRatter這樣子 很扯的東西 你媽個B這個叫網紅 好啦,所以InternetCelebrity 那這個小女孩還非常的 其實他很厲害 他考學測的時候 所有的科目的成績都是15分滿積分 15分滿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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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英文得了6分 真的是昏倒 如果他英文也不錯得15分 他他媽就台大醫科了 所以有這樣的天才我真的也是認 好啦,不管 所以回到小鬼身上 TaiwaneseCelebrity 台灣的明星 Alien Huang 他的名字似乎叫做Alien 你想取什麼無所謂 不judge你 Dice Aged 36 所以順便講一件事 就是我們看到新聞的標題 他都會往往是用現在式來呈現的 所以Dice Aged 36 所以死於36歲 好,再看下去 所以這有張照片 In case你不知道他長什麼樣子的話 其實我對他真的不太熟 所以這張照片還蠻能幫助我的 好,無論如何 看到16號的新聞 36 year old Taiwanese singer and actor Alien Huang 所以他黃洪生 名字叫Alien 他是 singer actor OK 歌手並且是演員 was found dead at his home in Taipei's Bei Toh District 所以被發現死亡 found 被找到 這個B動詞找到 被找到 B動詞叫PB Found dead at his home in Taipei's Bei Toh District On Wednesday When a family member went to check on him After being unable to reach him by phone 所以就是在 當一個家庭的成員去 看看他怎麼樣 You check on somebody 就是去看他怎麼樣的這樣子 在沒有辦法 用手機 用電話聯絡他的時候 用電話聯絡到他的時候 他去check on他這樣子 So check on him After being unable to reach him by phone Huang who was also known by the nickname 小鬼 所以他也被 所以 also known by這個名字 有時候我們常看到 大家知道這個 AKA有沒有看過 你可能應該看過 所以有時候 MV前面會有 他叫做 also known as 這樣子 OK 也被稱 知道叫做什麼名字 之類的概念 So他叫小鬼 Little Ghost was discovered by his father 所以他呢被 爸爸發現到 who summoned emergency services to the house at 11am 這個summon的意思就是召喚 所以他爸爸還叫了計程車來 啊 幹靠北叫什麼計程車 叫了救護車來 OK summon emergency services 到他家裡 11點鐘 早上的時候 recording to Taipei District Taipei City Police Department 所以根據這個 台北市的警察局說 His body which was discovered just outside the bathroom 所以他的遺體是在浴室外被發現 outside the bathroom showed no signs of physical struggle 所以他的身體 沒有秀出任何的sign的 什麼sign呢 sign的意思很多 招牌也是sign 手勢也可以叫sign 所以甚至手語叫做sign language 手語 OK 你不要想要手語是hand languag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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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n OK 比一些sign這樣子 sign language 所以沒有任何的sign 就是跡象 所以剛剛講的招牌 手語 手勢或之類的 反跡象 甚至連簽名也可以是sign 動詞的話 所以沒有秀出任何sign的 沒有任何 就是physical struggle 所以沒有任何的這種 痛苦掙扎的跡象 and he appeared to have been dead for some time 所以那個時候他看起來已經死了一陣子了 所以to have been dead for some time 就是在當時的時候 所以這用一個完成式來表達 不定詞表達過去的事態 police said adding that no drugs or alcohol were found at the scene 所以另外補充了一點就是沒有任何的毒品藥物 或者任何的酒精在死亡現場有被找到 所以sign這個字 這個字還蠻常補充的 sign就是場景現場 ok 景 不要把這個字跟scenery搞混了 因為scenery一般講的是風景 ok 所以電影的一個場景 車禍的現場 遺體發現的現場 我們都可以叫做scene ok 所以例如說 the scene of the accident scene of the accident 就是意外現場的概念 這樣子 ok 我想起來一件事 我絕對不要再把東西一路刪掉了 所以我這些都先留起來 等一下可以來做小複習 好所以在這個 scene 沒有找到任何的藥物毒品 或者是酒精的 according to the authorities 也就是根據這一個官方表示 所以authority其實有權力權柄之類的概念 所以這邊的authority就是官方這樣子 所以根據官方表示 Wang return home at around 7pm on Tuesday and posted an Instagram story showing him playing with his pet dog later that evening 所以他昨晚7點回家 前一晚7點回家 禮拜二的時候 然後還post就張貼了一個 Instagram的故事 秀出他跟他的狗玩 OK playing with his pet dog 所以pet加在任何動物前面就是 寵物什麼 所以要是你養了一隻鴨子 你也可以叫他pet dog 你養了一隻寵物老鼠 你可以叫他pet mouse 你養了一個寵物人 可以叫他pet human嗎 I don't know maybe OK 所以this is my pet girl my pet boy OK 好所以 順便講一下 所以要是你認識一些朋友 他就是 我們說是老師的狗有沒有 就什麼都聽老師的話 然後成績很好 有時候我們會稱這樣的人 叫做teacher's pet OK 好anyway 所以他跟狗玩 就是七點 那天七點回家後 當晚的時候 the precise cause and manner of death are under investigation 所以他 精準的死亡的原因 precise是精準的 成因病 以及他的manner manner 這裡翻譯的方式 如果這裡這個字加了s的話 變成禮貌 OK 所以manner是方式這樣子 Huang was a graduate of Taipe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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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所謂我們看一下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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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把它寫成兩個 那這個字用久了以後就可以寫成一個字 很多這種複合形容詞用久了中間這個hyphen這個杠杠就會不見掉 那這個詞你可以把它唸成short-lived 我有聽過 但一般我的習慣大概唸成short-lived 那live這個字你知道是mean的意思 live則是名詞 所以你把這裡唸成名詞或動詞我都有聽過 OK 好所以一個短命的boyband叫做H.C.3 and founded his own band Cosmo the following year 所以他自己還有一個band叫做Cosmo 他把它翻成丸子好像聽過叫丸子三兄弟 我只不知道他們竟然叫做Cosmo From music, Wang transitioned into roles as an actor 所以從音樂他慢慢的transition就是過度了 轉成了什麼 所以transition 這個字就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過度成了一個 一個就是在電視drama裡面的一些角色 OK roles transition 進出了一些角色 當成是一個演員的角色 在電視drama裡面就是戲劇裡面 and hosted variety shows 這個 variety show 好久沒看到這個詞了 就是綜藝節目 其實 variety 是各種的概念 所以這個詞應該很多同學都很熟悉 那他有很多種不同的這個 詞性變化 所以 variety 是名詞 various 是形容詞 very 是他的動詞 這樣子 像如果我跟你說我的興趣很廣泛 我就可以把這句話講得非常的精簡 my interests vary 這句話就表達出我的興趣很廣泛 我的興趣是主詞 做了一個動作叫做變化多端 所以既然有一個動詞叫做很多變化 very 不是 vary 這個是很怎樣 very 就是變化很多 my interests vary 這樣子 好 所以 variety show 就綜藝節目 with the latter earning him nominations in 2015 and 2019 at Taiwan's annual golden bell awards for television production 所以後來呢 還替他 所以這個 show啊 不是 show 對不起 就是後者 所以這個 latter 的意思就是 variety show 所以電視的 drama沒有 但是後者就是 variety show Earning him 贏得了他一些 nomination 就是提名在2015年跟19年的 台灣的 Annual 就年度的 Golden Bell 就金中獎 OK Golden Bell Awards Bell 是中 OK for television production 所以應該是電視製作 所以製作方面有得到 nomination news of one's death was met with an outpouring of tributes from friends and colleagues in the country's entertainment industry 所以他的死亡呢 呃 被遇上了這個東西 所以就是大家 用這些東西來 來去面對他的死亡 所以 什麼東西呢 outpouring pour 這個字是稻 所以稻水的那個稻 pour OK pour 所以outpour就整個倒出來 傾倒出來的概念 tribute是什麼東西 我們前幾天才講過contribute這個字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說過tribute這個字 其實有朝貢之類的概念 OK 以前對皇帝的朝貢叫tribute 所以 這裡不能翻譯成tribute 就是大家呢 去紀念他 然後大家就拿出一點什麼的東西來紀念他 所以 我以前跟他合作過 然後我對他有非常多的懷念 然後我拿出一些 以前我跟他照過相的照片 什麼這些的 這些都可以被稱為tribute 就致敬之類的感覺 所以outpouring of tributes from friends and colleagues in the country's entertainment industry 好 這裡吧 好 Anyway 好 entertainment industry叫做 娛樂產業這樣子 所以 young who dated Huan for several years 所以這裡講到楊承林 那這個dated就是跟他約過會 OK 所以交往過 dated他 date這個字直接加受詞 就是你date這個人 就你跟他在約會 交往 sat via her agent 所以透過他的 via就透過 也可以用through這個字 差不多意思 所以透過他的經紀人說 that she cannot describe how much it hurts 描述不出來多麼的痛 to lose one who was like family to her 那他呢 對他來說像家人一樣這樣子 in an Instagram post 在 所以講到徐衛寧 所以在 Instagram 的一個一帖裡面 徐衛寧寫道 wrote that she and other 華岡的 graduates have been planning to hold a reunion on Thursday 所以他們有一個計畫 hold一個這個reunion 就是重新相聚 所以這可以是家庭的聚會 reunion 也可以是 學校的那種叫什麼 突然想不起來 同學會 OK 所以他們本來辦個同學會 總之重新相聚在一起 不管你是同學會還是家庭聚會 通通可以叫做reunion OK gathering on Thursday 本來是禮拜四的 the Huang had said he'd be unable to attend because of his work schedule 所以雖然本來 小狗也不會去 因為他反正有這個 conflict of work schedule 所以 conflict沒有出現這個字 他沒有辦法attent就是出席 因為他的work schedule的關係 反正他也不能到 having heard the news of Huang's death 徐衛寧說 所以聽到了 OK having heard the news of his death 所以聽到他的死亡消息 他說了 we will meet as scheduled and we'll save a seat for you 所以我們會照樣相聚 as scheduled 就如同我們的派這個行程 然後呢 會留個位置給你 save就是留下來 OK保留一個位置給他 reserve一個位置給他 OK 好然後呢 in a statement to cna 所以 cna是我們這邊的中央社 所以在中央社有一個傢伙 他給了個說法 給了cna 所以 也就是吳宗憲 ok in a statement 寫給了cna的statement the variety show host 所以 中藝監務主持人 Jackie Wu said he was shattered 他整個人 心碎了 粉碎了 shatter這個字就是碎掉了 by the news of his friend's death add in that 所以又補充了 that he had promised to present Huan with a golden bill award at next year's ceremony 他承諾了 明年會 這個 給他一座金鐘獎 可能是一起做節目之類的 這樣子 OK 好所以 大概就這樣 我們今天很短的 講完了這個新聞 那 或許我們可以看一下 剛剛出現過的一些詞 從這一開始好了 所以scene叫場景 所以在現場 at the scene of his death 就是在私裡找到的地方 在這個scene 沒有找到任何的 alcohol 沒有找到drugs 所以風景叫做 scenery 然後另外 authority是 官方表示 OK 官方單位的意思 authority 那 講到剛剛的pet 他本來還貼了一個 上傳的instagram 跟狗狗玩的相片 所以 這邊補充 剛剛說的是 要是你是個成績很好 然後什麼老師的話 都聽的人 你就是一個teacher's pet OK 然後他有一個很短命的團體 short lived 或者short lived OK 這個詞可能很常會有機會在 託福或雅思上看得到 因為要是你遇上了一些 生物學方面的考題的話 短命的 OK short lived short lived 然後呢 這幾個字叫做 各種的 變化上很多的 variety是名詞 various 形容詞 various 動詞 所以剛剛說的一個 my interests vary 你當然可以換一個說法 再換一個句子好了 要是你用various這個詞來說的話 I have various 用interest或許 various kinds of interest OK 我有各種不同的興趣 I have various kinds of interests OK 那也可以用variety來說 I have a variety of interests 我有各種的興趣 variety變成名詞 所以在這邊似乎變成是一個量詞的概念 就是這種 x of y 就是 y的x這樣子 各種不同的興趣 好 然後最後操控這個字叫tribute 我們上次看過這個字叫做contribute 還有像distribute是分派出去分發的 甚至是有像代理商或之類的 你可以叫自己distributor 那contribute distribute 還有像是attribute 很值得說 不過算了我們今天先不講 attribute這個字有 有歸音跟歸舊的意思 都有 所以它可以是正面的 也可以是負面 它本身是一個很 很中性的字就是 好這個有後 有機會我們再說好了 今天我們就 介紹一下下 或者說一下下 分享一下下 我還說什麼 對啦 反正就是小鬼過世了 非常遺憾 很年輕 我都很難想像 要是我36歲死掉會怎樣 I don't know 也就是比現在少了七歲 對不起 但七歲 我現在43 少 少活七年差很多嗎 我也不知道 反正現在人生有一些任務還沒有結束 所以 就歹活著吧 好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的觀賞 我們下次見拜拜